一些老人家进来都流眼泪啊 真的很欣慰 1977年 我们新加坡第一家店 就是这个夏威夷业总会 私人有限公司 店没有改变 是人变了 人去了 来了十多年 这个顾客不见了 就是已经路途为岸了 这样咯 店还是这个店 一直没有变的 那我们的老顾客还是老顾客 我们的老人家个性 还是老人家个性 没有变的 在这里就是回家了 就是回家的感觉 我是郭春水 那是我太太 李专辖 我是夏威夷的接班人 我太太是我的左右手 这个公司是 以前我大老板 还有个老板娘 计划到现在有46年 那时候是蛮有点很辛苦的 十多倍 这个店已经变成发霉了 破破烂烂的 破得很高厉 又发霉 大老板跟我们讲 就是要我们来继续做这个店 我们就想这个店 40多年了 历史了 不能让他这样泡汤 这个店没有去 这个店是新加坡的一个老旧情怀的地方 老人家来喜欢的地方 听歌 跳舞的地方 我们要把这个好的地方传承下去 不能让他遗失掉国家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跟我老公就 这个疫情这三年很辛苦 就是说当时装修这个店的时候 我们重新装修回来 包括我们以前的一些老的个性 在这边十多年了 一直打电话给我们来看 做成什么样了 我们还要回来唱歌 还要表演 我们需要这个舞台 那我跟我老公 就是不付大家的重托了 一定要把这个店做好 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 都要把这个店 在像以前那样 红红火火的 是舞的月亮 身上的天荒腰 为什么不变 没有云场 我叫东东 今年42岁 我是2011年 开始在这里做工 到现在 我现在是做歌星经理 之前是一直在这里唱歌 做歌星 我们现在的老板是水歌 郭春水 他以前是我们大老板的左右手一指 然后现在大老板就把这里全部交给 我们现在的老板去管理 老板老板娘跟我们大家的员工 我们歌星还有其他员工 大家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在一起做工 都觉得很开心 所以如果有什么的话 真的会伤心 我们这里很多顾客 都是比较年龄大一点的客人 然后他们就喜欢来这里听听老歌 有一个安哥是92岁 他每次就是走上来就喝一杯茶 然后他就喜欢听我们唱歌 听听歌喝杯茶 然后他就回家了 他说对这里已经有了感情 我们在台上唱歌 然后就看到 因为有时候会带动客人的情绪 看到客人在下面 我们有时候唱歌 他们喜欢在下面跳舞 有些歌比较带动他们的情绪的时候 他们跳舞跳得很开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最开心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对这里的关系 谢谢大家的支持 especially here have a great day with your friends Thank you My name is Roland I'm in the security line actually so we work 12 hours a day so after a hard day's work we came here to relax and listen to some music 很多人都是很友善 所以在年來,他們似乎似乎似乎 家庭的家庭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的歌曲 任何客人都說 我去家庭的家庭 我們家庭的家庭 我們家庭的家庭 所以,我會說 大家都喜歡這個家庭 你不必花很少钱来来 你花什么都可以赶快 你知不知道 所以谢谢 Mr Koh Havi是一直生长的 我们会很浪费 为什么你们选择继续在这里做工 我们有感情 我走的时候 那时候,走的时候,我有来看过他,他整个人很弱 就有跟我讲几句 心里话 心里话 就是希望,希望他如果以后,他的身体复行了,这个店就 你别激动了,还哭 就由他来做了,给他 等一下 他跟潘君波老板的感情 很感情,家人的感情 不是老板上级下级的感情了已经 他对我非常好 每一年,他从往生到现在,他都很怀念 不能提到,一提到他就很激动了 心情不是说,心情很难 现在这个店,夏威夷就顶到我的名字下来了 我就好好去打理到现在 没有让大老板 失望过 过年的时候是2月份 到现在我们两公婆没有一天休息的 之前这个心脏的手术也是没有休息 他只是在医院里休息了四天还是几天 马上就来上班,就来这里雇这个店 但是我太太厉害了 有一点贡献了,她真的 没有她我也是走不完 我们认识,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我那个时候是 10年前,我来这里唱歌 两个月,她就是做经理的 做经理的,那时候我差两个月 家里有事就回去了 没有 这样我们就联络了 她去找我了 她就是一首爱你一万年才可以爱上她 我唱了一首爱你一万年 就把她给打动了 那首歌就是认识她 结果我们两公婆就结婚生活在一起了 对 就这么多年了 一起同甘共福了 同甘共福了 二代,二代这首歌 带去演唱图 应该我们的一首歌 大夫约泉吉,二代这首歌 背景отри日,四代编've 没有收音,四代编åt,五代的唱故 也要公开不上,四代的唱片 爱的那是买你一只 你们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爱你一万年呢 我第一次来 谁说的这一首歌 就是这一首歌了 那时候虽然时间短 有时候我还忘记 我以前是怎样的 要这样问我 我说心里话 有时候也会想一想 我以前怎样 但是一下子就过了了 没有那个时间 去想那个东西 有很重要的东西 等着我们去做 最怀念的就是 在坐在这里 一听那些老歌 你心情会不一样的心情 如果他怀疑一天停止营业 你会有什么感受 没有可能 我们每天都有在的 除非政府说要用这个地方 如果是那样 那我们也没办法 也要接受 这个70年代的电 到此为止 肯定是一辈子的心痛 而是一辈子的心痛 就像是一辈子的心痛 柠檬 那就是这幅 是一辈子的心痛 而是一辈子的心痛 所以我们再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